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分析,顾千帆生世之谜 为何没人知道顾千帆是肖清炎的儿子 在古代,改户籍信息不是件容易的事 顾千帆的父亲肖清炎 如今是全清朝野的宅相 他母亲顾叔娘是礼布四郎之女 肖清炎当年只是个寒门 靠科举改变命运 他与叔娘是真心相爱的 他们为什么合理后无人知晓呢 很大的可能是 在肖清炎当官前就已经结婚 虽然宋朝有绑下作序的传统 像高佳看上炭花狼欧阳旭那样 但如果当官后 在做李布四郎的女婿 很难把结过婚的痕迹抹得那么干净 有两种可能 一是外公一家是清流派 李布四郎大概是官司品 外公看不上肖清炎这个寒门 这庄婚室没有给顾家带来多少荣光 所以嫁女儿死很低调 在顾千芳小时候 为数不多的镜头里可以发现 肖清炎并没有入罪顾家 他走出家门的时候 门上写着肖府 他母亲说 记住 以后你姓顾 不姓肖 证明以前姓肖 还有持牙内脱口而出的肖 清流派讲究的是风骨 而肖清炎有野心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给苏娘体面的生活 他靠鬼神上位 像欧阳旭那样讨好皇帝 高家立刻取消婚约 二是 他现在的岳父一家 并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结过婚 有个嫡长子 名分上让自己的女儿受委屈 也帮他隐瞒 肖像的为人做派 被清流不耻 他们设计陷害 但顾千芳的母亲 看到一个歌迹在他的床榻上 他母亲可以不嫌弃父亲穷 但是不能容忍他寻花问柳 叔娘对婚姻的态度跟盼儿一样 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 所以在盼儿跟顾千芳说 他想要一生一世 他的眼里有所动容 大概觉得他跟母亲一样 无论肖清言怎么解释这四个误会 叔娘都不相信 他有说过顾千芳一句话 跟他母亲一样倔 在外公和舅舅的倩说下 叔娘质疑要和离 肖清言含恨离去 从后来顾千芳和他的谈话中可以发现 他并不可能为了一个歌迹 对不起他母亲 他对他的念念不忘 动不动就是 叔娘啊 千芳对我发脾气了 叔娘啊怎样怎样的 他很爱叔娘 所以当年是外公陷害 还是清流派陷害的 就不得知了 但其实跟盼儿一相信 他们是被其母那种人利用 要不也太自私了 不但毁了女儿的婚姻 对顾千芳来说 母亲变成了姑母 没有了爹 如今连妈都叫不了 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 儿子都有四个 自己和母亲寄人篱下 母亲最后孕育而终 王后还不能入祖坟 这才是顾千芳恨之所在 所以在他官身无品 为母亲取得高命后说 他给不了你的 儿子给你 这是他的心结 顾千芳其实是渴望父爱的 父亲对他的好 他一边感动着 一边又不敢相信 怕失去 怕一切都是一场梦 他从小刻苦用功 为了给母亲争气 潜意识地也渴望父亲能看到他 肖像对他的偏爱 是因为只凭母贵 还有就是能力出众 顾千芳十八岁考中进士 比他早八年 已经让他另眼相看了 他对顾千芳的情感比较复杂 有愧疚也有利用 一是他为当初抛弃他们母子 感到愧疚和遗憾 二是也想拉拢黄城诗任职的儿子 相当于得到了黄城诗的助力 他不待护卫到和中赏叶一生放险 是为了化解与儿子之间的矛盾 也是为了让他看清奇目的真面目 让顾千芳救他立功 还能除掉对手 他那么心思缜密的人 不会让护卫暗中保护吗 不可能 他早已做好了万全之策 那为什么他的护卫 甚至比成年来的还要晚 能调动护卫的人还有效尉 他一开始就突然过来保护他父亲 是想要有个表现的机会 只是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 太低估刺客的能力 因为他的遗蠢 差点搭上自己和父亲的命 甚至顾千芳的命 那么他们肖家就真的完蛋了 没人可以挑起大量 他唯一的光芒就是嫡长子的身份 又迫切想要得到父亲的认可 渴望父爱 突然一切都被顾千芳抢了 妒忌以俯视他的内心 所以 安排雷静把叛儿父亲当年的事 让顾千芳知道的人 是肖青岩吗 就算跟雷静说话的人是肖家人 幕后子时也有可能是肖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他们在他上的对话 有几个细节可以看出 虽然顾千芳脸上写满了不想理你 老父亲依然很满足能与儿子相处的机会 为了哄顾千芳开心 特意提起他的婚事 他说 人这一辈子 遇上一个知心人并不容易 你要好好珍惜他 千万别像我这样 因为一念之差 就被万丈红尘迷花了眼 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年过半百 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 如果能让他重来 或许他会选择白月光苏娘 和他们的孩子 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 他徒手熄灭蜡烛 因为顾千芳伤到肺腑 灭灭的竹心不会有烟 为了没有一丁点烟 他用力捏住竹心进入液体蜡 手指都泡在滚烫的蜡里 为了儿子 再疼也暂所不惜 他发自肺腑的对顾千芳好 想尽办法讨好 只要顾千芳能认他 甚至可以奉上自己最在乎的官位 那他还会做伤害顾千芳的事吗 他知道儿子最在乎怕 错过知心人的感觉他懂 若是在后面做手脚 总有一天会被他知道 那他辛苦建立的父子晴 会瞬间崩塌 都说他是全城兼城 从他处理郑清田的财产来看 他并不是不尽人情贪得无厌之人 他拨三万给郑清田的遗族 拿十万以顾千芳的名义 发给皇城市这回三王的人做抚恤 二十万给皇后的哥哥 剩余二十万入自己的帐上 朝堂上划分为清流 后党 皇帝三股势力 清流和后党之间 其实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 清流讲究出身 攻击皇后的出身 是不允许女性掌权 对男权社会的挑衅 肖清炎其实是皇帝牵制清流的重要棋子 三方势力名正暗斗 都是为了自身利益 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谁的手段更高明 齐木打的清流旗号 使则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权夺利 在利用人这一点上 他跟肖清炎不分上下 他利用崔子会为了给姐姐报仇 更像了弟子要给恩师报不平 制造了冒妖事件 来对付肖清炎 知道顾千帆是肖清炎的软肋 对他们父子关系洋装不知 利用他们之间的嫌弃 在中文轻武的朝代 顾千帆本可以当文官 享受好的生育 却安排他进皇城市 弄得一身伤 过得世人唾骂 刀尖舔血的生活 顾千帆收集雷镜的犯罪证据 被他拿来跟雷镜交易 整个皇城市为他所用 最开始顾千帆问夜宴图要不要就地销毁 雷镜主张秘密调查的原因 是有依靠向肖清炎的后党一派 其末对顾千帆一直是提防的 否则顾千帆坐上雷镜的位置 也一样可以成为他的助力 他只是想让他们父子决裂 两败俱伤 然后他坐收一翁之力 胖儿的父亲是不是被肖清炎所害 胖儿的父亲确实是被肖清炎弹劾的 胖儿的父亲抗指在先 他只是尽职责所在 他曾经对顾千帆说的话 值得深思 我和你娘成婚的时候 齐木就是南方的冰相之一 他和齐木以前认识 也很要好 齐木私下里 也觉得你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 会不会是齐木当年算计了他 能算计他的就两件事 一试割计 将他赶出清流一派 二是胖儿父亲的事 他当了出头鸟 别忘了 胖儿的父亲也是清流派 齐木要排除一击也不是不可能 他给顾千帆打感情牌 知道他渴望家人 从而操控了他12年 对外 顾千帆是火炎罗 跟他父亲的名声一样不好听 实际上他从不伤害无辜之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坏人身上有闪光点 好人心里也有小阴暗 我是天秘君 我们下期再见